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号大花林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你看到的是花林县议会在今天是续审了新设的续牧场自治条例草案 讨论到周界是否包含纳入农舍,而议员们的争议不断 由于争议性高,难有共识,议长则是动用表决 那么在多数的议员同意之下,是将草案延到下个会期再审 普方打算在花林设厂,去年县内反对生命高涨,中国被迫撤销执照 最上花林县议议会临时会二读逐条讨论,将原本九条条文增改到十一条 但议员们意见分歧,延到十九号续审 而在今天二三读会议由议长张俊主持 草案当中,部落要改于部落门牌为定义标准,顺利表决通过 国民党籍的鲜言黄鲜,整保决表示 周界距离也应纳入农舍,否则有原住民住的地方不能污染 平地人住的就可以,让他觉得有双标的余力 议员里员不认为纳入农舍标准太严格 全世界都不能用新车去牧场了 原住民的部分不反对,加门牌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是你一定要喊农舍 因为这样子的话,原民跟平地人的族群是搞族群分裂吗 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不能够有污染 平地人居住进去的地方可以 那你现在有农舍的部分,他们都可以去申请农业的设施 或者是姓母也都可以啊 原住民的就要闭眼一点,哪有这一条啊 那个农舍已经要喊,不然就部落不要嘛,就住宅就好了啊 部落也不要,喊农舍不喊农舍也不要啊 就是不要族群分裂 门牌那是多余的啦 那你又喊农舍 也是多余的绑更死,住宅周界三百公尺不是很清楚吗 你们这样绑更紧 你们这样都死无同 部长更高兴,通通不会过啦 通通你们谁来申请都不会过啦 理性一点嘛,好不好 欢迎先议会指出 欢迎先议设置序幕厂管理这次条例草案部分 条文已经通过二读 严审到下个会期人士同个条文 幸福不需要重新提案 这个中文黄色老